为在万里区的龟喉海岸 笔直的海岸线与奇特的地景岩石 曾经被选为全国最美丽的海岸线 而在这里有许多的游客看到美景 更是忍不住拿起相机猛拍照 而为了要让这里的硬体建设更加的完善 万里区公所今年打算将目前就有的篮球场 改建成为在地特色的螃蟹屋 结合文创商品吸引游客 另外旁边有一个目前的篮球场 我们希望说一个大型的玻璃屋 螃蟹玻璃屋 那这个玻璃屋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 喝咖啡然后观海 然后旁边都有一些景观的公园 在整个现在目前的道路 是一个人之后没办法分流 那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万里区 能够像在这个步道里面 那整个内墙外墙 人在步道上行走 一方面观海二方面安全性也非常的作严 区公所表示由于这条连接归河海岸的步道 从三四年前到现在都没有整修过 时常会发生车辆违规停车 将步道压坏或者是影响到行人的路线 因此在未来还会将这个步道进行人车分流 而对此补助经费的台电公司表示 所有城乡风貌改造的工程都会在今年开始 设计施工 第一期我们分了三个阶段在进行 大概有第一期有六个标案 第二期有七个标案 第三期也在规划中 然后准备把我们这边也以三个期 各三个阶段来进展 都希望给我们这个新北市 更好更美好的这个地方建设 由于在龟吼这项绿美化工程中 是由台电公司所补助的城乡风貌改造计划的经费 而驱公所表示 未来在龟吼的海岸建设施工完成之后 渴望能够与市府渔业处的渔港绿美化串联 将龟吼的观光建设进一步的提升 记者许端一 廖品函 万里采访报道